2024台北灯节也一组以神仙为主题的竞赛作品 以21位神仙为主题 装饰相当精致华丽 不过你真的人物像在晚上点起灯之后 有民众拍下了影片PO上网 让不少人看了说觉得毛毛的 以为是中人节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下午特别新增行程 来看这组主题灯 对有网友笑说 白天的人偶长得像台中市长卢秀燕 蒋万安就笑说卢秀燕漂亮多了 你要跟他自拍吗 要 先让我跟这个灯组自拍一下 特定拿出手机自拍 因为他旁边的花灯人偶 被说长得像自家同志台中市长卢秀燕 台北市长蒋万安还这样点评 你觉得像吗 我看哪一尊 右边吗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好不好 这一尊吗 对 粉红色那一尊 哇 我觉得卢市长漂亮多了吧 对啊 你点头嘛 对不对 对啊 赶在为台北灯节点灯前刻意增加行程 来看竞赛灯区 因为白天和夜晚展现不同风情 这里引发讨论的作品 就在竞赛灯区中山堂的旁边 一共有21尊神仙人偶 不过就在晚上点灯之后 特别引人注目 神仙人偶透出的黄色灯光 拉近放大一看 拟人花灯的五官更为立体 让网友直呼晚上要做噩梦了 以为来到中元节 但有网友表示 这作品最大的问题 就是把灯装在头里面 其实大家都说到底漂亮吗 还是觉得好像有点丑啊或什么 我觉得没丑每个人标准不一样 但就是对我来讲就白水白水啦 所以这个众神 其实他就祈求保佑大家 看到好像最近很红 越看真的就是越像卢秀燕 很棒啊 神像那一种的 感想的画面 怎么会变那样 同一件作品 白天和夜晚两样情引发热议 连民众和市长都吻风而来 接下来林秉舟台北桑报导